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MOSSI带你享受世界的深圳片 又来回深圳找食物 今次来到这个万格活海鲜火鍋自助餐 这里就吃海鲜 特别是海鲜很沙满 反而在水里抹上来你想吃哪一种就自己去选择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兜兜 然后你放了多少就只有多少 我们刚才已经有大量鲍鱼在里面 因为时间的关系 它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你要付些按针的 如果只剩下了它就会扣我们的钱 我们在美团买这个包装 就是269元 原价300多元 我们一起看看200多元是否值得 是否值得推荐给大家 来试试 我们今次去万格活海鲜火鍋的黑金店 就由福田口岸出发 坐4号线 总共坐10个站 大概40分钟左右就会到达鸿山站 我们在A1出口那里出去 大概走800多米 就会到达天雄购物中心 在A1这个位置 一路直走就会到的了 在前面站了的位置就是了 由地铁站 HL走过来大约3-4分钟 就到商场了 我们到达天雄购物中心 你会看到 右边就是内水汽茶 左边是喜茶 好像对门神一样 两边都在这边 现在上L3就是了 这里楼下有几间卖电动车 你可以来欣赏一下 各产的电动车 科技去到哪一个领域 我们现在上去L3吧 这里有很多海鲜吃 来到海鲜区 又有一个小冰桶 你可以用海鲜吃的 当然不要浪费 吃得浪费才好呢 我们选择有蜆 有沙白 有鲍鱼很大 有螺 有不同类型的蜆 有些好像 这些是不是丝横 是啊 丝横也有 很多 旁边有些蟹 有些蝦 哇 依然是很浪漫 哇 这一只蝦 这一只蝦 三点蟹 很厉害 哇 这些是不是九字蝦 这些蝦 来试一下蓝龙蝦 哇 很大一只 好新鲜啊 小心点 不要被夹了手指 这个是欧洲的蝦 这个蝦 哇 这个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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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不过去啊 过来过来 那我呢 那当然是选第二位 就是这个鲍鱼 看看 我们每人两只先好吗 好开心啊 我第一次是 鲍鱼放蹄 任罗 就这样好吗 不要选了 好 试一下蝦 就这样吧 很激动 那些蝦 小小只 很滴饰 每人一只都可以 可以多吃一些盆 我们拿一只 哇 噴水 好了 我们现在回去煮食 一来到 店员会帮我们加水 放在桌上 很有趣哦 它桌面是平滑的 然后躲在桌面上 触摄桌面 有点像我们家的电池楼 一人一窝 每人一窝 每人一窝 四方方 我发现呢 又是一人窝 原来这里是流行的 而且会有两支上市的 农夫山泉 放在这里 你一不够就自己加湯 你可以用来喝 又或者用来加 沙石油那里 有些汤底 你可以用来放进去 清湯 你只剩水 也可以 还有其他食物 有些什么呢 叫天鹅蛋 一叠叠的 有两只 有带子 哇 这些带子很新鲜 这个即是辣尿虾 有鱼筒 有鱼筒 有牛筋 有鱼 有鱼 牛柏叶 还有还有蠔 还有山蠔 这个是冰山 旁 大集蟹 我想大约三两左右 很多糕的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这些糕会全部擠出来 圆圆不绝的 有什么财神 这些鱼 牛蛙 这些鱼蛙 喜欢吃鱼的朋友 这里就适合你了 有海芯 鱼肉片 有八爪鱼 它也挺好的 一叠叠分开 鴨脚 你不用拿那么多 福袋 这些是丸 这些就是丸的区 鱼丸 牛丸 章鱼丸 很整齐的排列 这边也是 又是鱼鱼 鱼鱼 鱼肉片 有鱼章 这些鱼鱼鱼 是牛肉片 小朋友最喜欢吃的 蟹肉片 接下来这边 有一些炸炸的东西 还有鸡串 烧蠔 嘩 这边就是刺身的区域 这边是刺身的区域 Со匿他们有什么刺身呢 還有一些小食,海草,泡菜也有 這些是不是很貴? 蟲草花 這裡有很多桌子,而且燈子用星球,也挺漂亮的 另外這邊很棒,這個區我又很喜歡,是山果區 這番茄很鮮,有些小金仔,香蕉,桑橙 有龍眼 蝦麥瓜 觀眾 哇,漏年了 今天是最厲害的,這是漏年狀態 對,你們走遠一點吃,我不對 對 好厲害 另外,我這麼喜歡喝酒這個回本之作 這個有很多不同的飲品,最重要是什麼? 居然有喜歷 Holgarden Holgarden 還有Colorna 這些可以回本之作 有奶茶 加多寶 還有很多不同的飲品 有綠茶 紅茶 冰紅茶 末里茶 末里茶也有 本色很多 然後這個區我又很喜歡 Sake 這個有Sake喝的 有兩隻的,一隻是月桂罐 還有這個紅竹牛 已經倒進去,就可以倒出來了 這邊就是打火鍋的肥油 還有醬料區 哇,有很多 很漂亮的 怪不得 果湯底 甜品區域 很多不同款式的甜品 拍給大家看 有你喜歡的綠茶 它全部都是小小的 讓你每次過吃很多 而且又不會浪費 現在做東西炒 有了 現在 雪菇零糕 還是涼粉 還是涼粉 待會試試 如果不喜歡的 就可以吃雪糕 但沒有朱古力味 對 試試蝦 很棒,全部的東西都很新鮮 剛才把藍黃蝦放進去 整個桌子都是 所以一放的時候小心點 讓蝦沒有那麼激動的時候 要少放進去 這個很高 這個 這個比較頭大一點 蝦也是鮮蝦紅色 很鮮甜 我們先試試蝦鮮 超大 很巨大 很新鮮 很鮮甜 很鮮香 還有辣椒味 還有很多汁 因為時間關係 我已經吃了 第一個觀感 海鮮是挺新鮮 有牛 超牛 很大塊牛扒 但它沒有切好 你怎麼吃就這樣吃 很軟 還不錯 但不是很出色的 這個牛 很合格 第二輪 先試一個羊架 不是太酥的味道 而是甜品 很飽味 很合格 不過如果你想省下這個位置 就不要吃那麼多肉類 盡量吃海鮮 這個帶子 很大顆 帶子是鮮甜的 超大隻 平常這一隻 通常是十多元左右的價錢 如果你能吃得到 這個也是回本的 但我錄的時間 錄多了 所以有點硬 所以要跟時間去錄 當然要吃這個 好像蜜魚頭一樣 嗯 好像咬牛 現在就吃蟹 蟹是鮮甜的 要試試大雜蟹 如果很喜歡吃蟹的人 一次過可以滿足很多魚肉 然後就試試這個啤酒 海鮮最好吃的是新鮮 它這個蟹肉是甜的 新鮮很重要 還有肉吃 有很多肉 很膽 新鮮鮑魚 這次應該沒有六個龍 這隻很大隻 兩個五元這麼大隻 在街市買 一百元 我想六隻左右 看一大小 如果你吃四五隻都會 這個新鮮鮑魚 嗯 真的很軟 沒有六個龍 這個辣湯底挺好吃 果然是一個活海鮮 不錯不錯 這個辣湯底很棒 因為它有一個湯底 它是鹵的 我稍微調教 你知道湯底是甚麼味道都可以 另外有一個 一包包的湯底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撕掉也是撕不開 你試試看 很難撕的 費盡我們九牛二虎之力 好 接下來我們錄了很多糖 首先吃這個花甲 我喜歡吃炒蜆的朋友 就應該很喜歡吃這些 我真的很肥大 嗯 很強烈的海嘴味 點那個醬油的時候 可以加一個青檸 這樣就會有一個清新的味道 可以可以 另外再試這個 大隻一點的 貴妃婆 很酸 這個 看起來會更甜 對 那可不可 接著我們 吃吧 喝酒 這個酒也不錯 一火檸檬 也不錯 這個酒就以自助餐飲品來說 算不錯 這個就是月冠貴 剛才我們喝的就是另外 月冠貴比較好 它的味道比較清 接下來就試試刺身給大家 先看看 三文魚 很新鮮 很新鮮的 很新鮮的 它的醋味也不錯 這個應該是章鴻魚 來的 新鮮但不多 那個魚味 我覺得智障屋也有 這個是蝦壽司 阿康塔之族 如果平日我們應該會盡量吃海鮮 很甜的 但可不可以用這個 還是鮮 這個燒蝦 這個合格 這個像加州卷一樣 小朋友喜歡吃 對 其實這裡有很多串燒的食物 也挺開心的 你不用全部自己做 好 撕完蝦 OK 很酸 好 接著我們去試 這個南龍蝦 剛剛剝掉了 哇 超多糕 這個是翻本之作 很棒 南龍蝦的糕 不錯 不錯 不過這裡就沒有一些工具 給我們去剝蟹或剝殼 所以我們要手動 不過也不是很難刷 OK的 哇 剝到了 噔噔 剛剛就整塊肉出來 剛才它放海鮮的時候 海鮮的時候太激動了 會淺到水 所以我就問職員拿了這個維菌 可以保護到如果你穿白色衣服的時候 會淺到一些汁 像是論盡的朋友 我想說是這些論盡的小朋友 真的嗎 沒事 我不知道 其實也有一些職器手套 你只可以用來吃海鮮用的 不過我們就很滑的用手套 對 用手套比較好 我們現在試一下肥油 OK的 不是很肥的 如果是任食來的 尤其是街市買的肥油 對 任食來的 可以的 用這個價錢 任你吃 是不是只打散牛那一隻 散牛可以吃其他 我已經很久很久很久沒有試過在我面前吃這個 對 這次的榴槤是焗的 因為可能那個時節不適合 所以它焗了之後就會更熟 但OK的 我雖然坐在這裡 但我完全聞不到那股味道 你不告訴我是榴槤 我是不知道的 對 所以如果不吃榴槤的朋友 也不用擔心 哇 很厲害的那股味道 就是你平日不吃 你很抗拒的 聞到一點點味道 我們要走開 但這個可以的 對 不是太厲害 對 但你不要這樣 榴槤是軟熟 它是挺甜的 這個我給不到留言 我喜歡榴槤的份量 我想都OK 但我不太會吃 因為太久沒有吃 但很好吃 會選擇要選細菌 我剛才被人說 選擇大大顆的 原來小顆的才是好 是貓山王 這個很好吃 羊肉串 如果以羊肉串來說 我不太吃羊肉串 它是OK的 香料可以遮蓋 因為它很酥 很難入的那種味道 不過這些大食仔才好吃 浪費了 如果你小吃的話 那就要重點吃 其實太多東西選擇了 對 所以精選一些東西來吃 接下來就試這個 我很喜歡吃的 水果 火龍果 火龍果 我吃 蜜瓜 我開心有這麼多水果選擇 肥膜蜜瓜 這個我超喜歡吃 蜜瓜 這個很爽 剛才拿了這個 我現在來看看好不好吃 真的 好甜 如果你們來的時候 這個一定要選 嘩 吃飽飽了 真的好飽 這餐雖然吃了兩個小時 但是非常之飽 吃完之後我們有什麼感覺 或者說一下我們可以怎樣吃 吃到最底回本 首先說一下這餐這個自若餐 價值$269 每一位 120分鐘 如果以這個價錢 可以吃到這麼多選擇的海鮮 還要是又不吃呢 其實都挺超值的 超值的 超值的海鮮 真的 最棒的是你自己煮海鮮 其實你可以任選的 最回本的是什麼 你剛才說的功力就是 先吃海鮮 海鮮一定最回本的 比如那些龐的 平常在街市裡的火鍋 你買了幾十元一斤 五里筆 又有鮑魚 最應該要吃的 我們覺得是蝦 南龍蝦 澳洲南龍蝦 這個南龍蝦是一個超級牌 肉汁也挺大 第二樣的海鮮最回本的 我覺得就是大雜蟹 雖然它小隻 有三兩左右 但是超多的 南龍蝦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吃大雜蟹的人 有200多元 那竟然可以任吃的話 那就真的要看你肚子的份量 還有你的速度 能否戰勝到它 另外一種就是我不吃你吃的 就是榴槤 其實我也是吃了兩粒 如果你很喜歡吃榴槤的話 它是真的不斷供應 真的焗完之後 挺香挺甜的 之前榴槤你買過都知道 一匹仔也一百元 那時候吃三幾塊 已經是一塊水了 而且就算同一同一起吃 我都聞到一股味 OK的 但是很便宜 雖然榴槤很好吃 但它就是超級浪胃的 所以自己吃的時候 就要留意 另外 你吃榴槤就不要喝啤酒 但是啤酒也是回本之一 你想想 喝不喝 HOLD GARDEN 香港買到十幾元一支 如果這些去餐廳飲 就四五十元 其餐廳 酒店就七十元一支 還有SAKER飲 如果喜歡喝酒的話 這個選擇也算豐富 當然還有很多不同的配菜 例如有壽司 炸物 羊架 牛扒 如果你喜歡吃 你也可以吃 但如果你有翻本 就可以吃少一點 那你自己按你的份量 我覺得最棒的是 這餐是什麼都可以 你自己可以拭除專面 可以選擇 整體而言 今天這餐值八分 但性價比也挺高 我已經吃得很飽 今晚也不知道怎麼辦 今晚應該吃一碗粉 可以了 除了好吃之後環境也舒服 坐得很寬豐富 唯獨是不好處 也是很合理的 只有兩小時 很趕急 我們拍片 吃東西 又要喝東西 其實很快 一聲就過了 沒時間聊天 還有沒有聊天 吃完才會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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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之後 就在附近探索一下 這個好 在大商場裏面 可以吃完之後 真的吃得很飽 走走商場 看看東西 消化一下 除此之外 像我這麼有文化氣息 可以從商場走到鴻山站中途 有個深圳美術館 不過我最推薦 就是最近非常熱的Costco 就在這個商場附近 吃飽飽 走過去也只需17分鐘 如果打車的話 坐滴滴 都是4分鐘左右 都是10元左右 如果大家想舒服一點 直接上來的話 我發現香港也有直通巴 而且香港九龍新界也有上落客點 詳情就只進去看看 今集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分享 就記住 訂閱、讚好和分享給吃飲食的朋友 我們下集不上系列再見 拜拜 拜拜